這裡是哪裏? 是Halloway的佈景 海洋公園Halloway Tranger Things的顛倒世界 還是入了結界 難道這裡的地下有結界? 隨著內地城市化推進 越來越多新規劃高標準建設的新城市市區出現 但是這地區空置率高 一到晚上就七黑一片 這些反映中國房地產普通的城市 就是鬼城了 這幾年內房債務的危機嚴峻 就連幾家龍頭內房恆大、融創和碧桂園都先後自爆 到底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鬼城? 在大灣區買樓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今集《黃金秘密檔案》 跟大家探討一下內房這個議題 就是《Ghost Town》 叫做《Ghost Town》 最多的部份 在我身邊的部份 都還在延遲 它是指定 十多新城市都建立每年 這是一個証明的 未來的增長 還是其中一個流氓 等待爆發? 中國的鬼城現象 最早就由英國BBC 十年前開始揭露了 之後 國內外媒體 都有不少關於中國的鬼城排名 一直以來 內地的房地產都是高槓桿 高風險地蓋樓 用一元的資本 借九元去蓋樓 本來2008年前已經很有問題了 但剛好撞證全球金融海嘯 內房發展商就因禍得福了 因為中央政府推出 4萬億放水救市救經濟計劃 借得越多 業績越好 借錢買地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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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結果 搞到供過於求 鬼城周圍都是 樓價又要升到棒棒的聲音 所謂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樓已經不是被人住了 用來炒 甚至是投機 很快就形成社會怨氣和資源浪費 樓市欺負型 最終 中央重手打擊 先在2016年提出 防住不炒 和恩誠施策的定位和方針 樓市 經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嚴厲調控 四年後 再推出三條紅線 防貸集中度這些政策 中央大力提高發展商 獲得信貸的門檻 加上疫情衝擊 和經濟向下走 樓市陷入空池的低迷 不少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陷入財報困境 很多興建中的樓 樓最尾都埋不到尾 邊廂變成爛尾樓 龍頭內房都接連爆煲 內房搞成這樣 阿爺都被迫要出手救市路 7月底 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 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 之後各地都陸續為樓市政策 拆牆鬆綁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一線城市 很快就會跟進 阿爺打了一個1、2的combo 怎麼會打到咪高峰呢? 尤其這兩個月 是房地產的金狗銀十 每個人都憧憬樓市終於有救了 但是事實 看回目前最新公佈的8月份數據 內地70個大城市裡面 只有17個城市的新建住宅樓價 是按月錄得上升的 至於各線城市的商品住宅樓價 全部都是按月下跌的 美國三大信貸評級機構目的 亦都覺得內地經濟增長面臨挑戰 會抑壓房地產銷售 政府支持樓市政策影響短暫 還要不平均 所以就在9月中調低內房行業的展望 由穩定降到負面 更加預計未來6至12個月 內房地產合同銷售額將會下跌半成 究竟內房未來還會怎樣? 似乎還要多看一段時間才行 全國共產黨的中神永遠都是中全 都是掛不中大 之前投資問不好呢? 跟大家探討過香港人置業 究竟有什麼困難? 深愛大灣區的大家 有沒有想過北上買樓呢? 有調查發現近4成6個受訪者說會考慮大灣區買樓 用來度假或退休養老 其中深圳、廣州和中山都是熱門地點 亦有數據顯示 今年頭7個月香港人去深圳買樓的中數 比上年升了4倍 剛剛才說完內地房地產泡沫化 個個還滾上去買樓? 雖然內房連接爆布 但其實現在上車成本的確是比較寬鬆 因為有很多項舊市政策推出 如果大灣區看合適的樓盤 加上發展商優惠和可承造按揭等等 如果在低水位買入兼自住 就不用太過擔心 究竟香港人在上面買樓要做些什麼功課呢? 第一,當然要做好自業預算 所謂你沒有那麼大的頭 就不要戴那麼大的帽子 最重要是配合本身的財務狀況 如果你買樓是用來投資的 起碼等5年以上的升值時間 就算自住 後期供樓的費用 以及平時生活開支都要考慮 除了樓價預算 還要搞清楚買樓的各項稅款 物業管理費、裝修和維修費 這些各種雜費 記得量力而為 而香港人最熱中伏的位置 就是選錯地方 他們的錯覺以為越近香港就越好 疫情時有很多買家 只能透過視頻看樓 看不到周邊環境 結果開關後實地考察 才知道樓盤山高皇帝園 生活和交通配套一點都不方便 最後住不了還要減價山貨 所以如果想房子未來可以升 一定要地段好和有發展前景 千萬不要貪便宜 用下個腦想想如果地段好發展商需要減價促銷 你有沒有見過地段好地會減價賣呢? 至於買新樓還是買二手樓 就很視乎個人喜好 因為新樓樓價相對比較低 但等的時間就比較久 而且很容易受到政策影響 而二手樓價錢比較高 但是可以立刻住 總之無論買什麼樓 都要注意區域和樓盤的質素 買新樓最好就是選一些成熟的社區 和大型開發商的項目 確保基礎設施和物業管理服務完善 而買二手樓的話 應該考慮樓力和裝修的情況 避免後期花很多錢去維修 買樓是個人權利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 買樓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不過我都一如以往的立場 買樓最重要是實用 自住投資是其次 背靠祖國的確是可以風山水起 也有機會水深及腰 最能夠保障你的資產 不怕變爛尾樓變鬼城的投資 不用問阿貴 當然是黃金啦 買樓是人生大事 無論自住還是投資 一定要小心謹慎 做好功課 千萬不要人有利有 如果大家對這集有興趣又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看這類環球政治 經濟歷史的影片的話 除了看我的playlist之外 還可以留言告訴我 下一集想看些甚麼 好了 今集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聊吧 拜拜